这次终于轮到我们做东道主 欢迎来中国 还有人表示 去年就知道他们要去台湾省 之前和姐妹们讨论 怎么去看他们演唱会呢 毕竟第一次来中国开唱 但是搜了很多火车票 动车票 都没有去台湾的 之前看新闻上说 坐上火车去台湾 我还真的相信了 之前我们的节目讲过 中国的男生不要打飞机 但是今天我要劝告 以目前的中国的小姐姐妹 也不要自慰 不要对着台湾打飞机 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本我今天不想讲了 但是当我一打开微博 一看中国的网路上 发现Blackpink居然来到中国 开演唱会了 我在想说 Blackpink不是去了台湾吗 怎么今天突然决定要来中国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来自中国的新浪微博上面的留言 有小粉红表示 特别美今天 在中国场状态好好 很用心的在对待中国台湾粉丝呢 那像是这样的留言也非常的多 因为Blackpink在中国的粉丝也是非常多的 因为中国的这个市场很庞大嘛 相信Blackpink的粉丝里面 有一大群都是小粉红 Blackpink同时也以多个微博热搜关键词 登上了中国新浪微博的热搜榜 其中像是有 Blackpink演唱会彩排方式 Jenny台湾高雄演唱会 泛拍视频 小S带女儿去看Blackpink的演唱会 那像是在这样的微博热搜的新闻下面 也有很多的粉丝表示 我之前听说 Blackpink没有国内场 没想到突然增加了台湾场 太激动了 可惜没买票 主要担心 不知道怎么去台湾 下次来大陆啊 你买得到票嘛 台湾人自己都抢不到票 你说不知道怎么买票 你应该就像你说的 主要担心是不知道怎么去台湾吧 还说的很自信是一个国家 你一个国家 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 台湾人去高雄买个高铁坐飞机 就能去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中国上海人去北京 买个机票 坐火车也能去 对不对 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国家 你怎么会说这种离谱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去台湾 还有小粉红表示 我不是粉丝 但是Blackpink去了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还有马来西亚 新加坡 都是说中国话的地方 为什么偏偏不来中国大陆呢 是不是针对的有点明显了 这算不算辱华呢 粉丝们醒醒吧 辱华女团应该被全体中国儿女共同抵制 未来中国会更好 中国艺人更优秀 你看人家开个演唱会 完全没有说 说你中国的命运 说你中国未来会不会更好 也没有说中国艺人不优秀 但是他在这边 你看就好像非常自卑的 就在说 未来中国会更优秀 中国的艺人更优秀 怎么就偏偏不来大陆呢 这个你还真的不能怪Blackpink 那Blackpink肯定也想去中国表演了 但这恰恰是被你们官方打脸了 我们都知道中国从2016年开始就搞这个 禁韩令 又称为限韩令 Blackpink里面的Lisa 她就有来中国参加一个节目的录制 那因为她是泰国籍 所以没有关系 Blackpink不能来中国开演唱会 不能在中国境内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 那是中国官方的限韩令 禁韩令导致的 你怎么说Blackpink怎么不来我们大陆 是不是针对的有点明显了 我是觉得你这个脑子也坏的有点明显了 这个洗脑也太深了 你要纵观全局 你要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不管是哪里的艺人 他都想去更多的地方 去表现更多的才艺 不管是哪一家经济公司 他都希望他的艺人能够去赚更多的钱 带来更多的商业价值 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你怎么说Blackpink不去中国赚钱赚人民币 就是在针对中国人 在入华 又多么的自卑呀你 天啊 我的Janny来中国了 我在吉林 什么时候来吉林呢 打开微博才发现 你们已经来中国了 这是我与Blackpink最近的一次 我大概知道你想表达的意思 你觉得台湾属于中国国内嘛 所以你觉得Blackpink来到了中国 所谓的国内 所以你认为是最近的距离 但是真的不好意思 你这个地理学的这么烂吗 Blackpink在韩国 那你的家乡在吉林 吉林跟韩国更近 那韩国离台湾更远 有时候你反而强行的去舔 真的显得有点尴尬 还有粉丝表示 Blackpink好棒 终于来中国了 高雄还没听过的城市 原来不在国内 在中国台湾啊 都是中国 中文是没有学好嘛 你都说了 原来不在国内 在中国台湾啊 那到底是不是在中国国内呢 那台湾既然不在中国国内 你为什么要叫中国台湾呢 对吧 你自己前面都说了 原来不在中国国内啊 你自己内心就把台湾排除在了 中国的内部以外的另外一个实体 我记得在中国经常去买票啊 飞机票 那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 在一些网站上啊 看买票 你只要选国内城市是没有台北的 你只有点国际才会出现 那当然现在随着中国这个洗脑越来越深嘛 所以很多的网站也改了 直接把那个台湾写在了中国国内 那有一些则是把台湾并列写成国际及港澳台 这样的形式 很显然台湾就不属于国内嘛 因为我在中国的机场坐飞机的时候 这边都写的是国内出发 国内到达 去台湾的话你不可能从国内出发 那个航站楼 那个航下去出发 因为我们知道去台湾是出境的 你必须要经过中国的海关跟中国边检 如果你是从国内航下去出发的话 你是出不了中国国内的 你是去不了台湾的 所以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一些东西 有时候你真的需要现实来打脸自己 知道吗 不要玩了一种文字游戏 那还有小粉红表示 希望你们在中国过得开心 一定要吃小笼包 柯仔煎和珍珠奶茶 那不是偶尔煎吗 回韩国就吃不到中国美食了 我上次去福建厦门也吃了好多台湾美食 整个街道都是台湾招牌美食 太好吃了 为中国美食点赞 真的是很打脸的 你没去过台湾 然后去了福建厦门 说你吃了很多台湾的美食 我在前几年也去过厦门 当时我去古浪雨 古浪雨那一整条美食 全是台湾美食 的确是这样 他说的没错 任何一家的小商铺 一些店家的名字都写着 什么台湾招牌 什么什么什么 来自宝岛台湾的什么什么 难道你本地福建 就没有一天自己本土的一些文化 一些美食吗 什么都要冠上台湾两个字 就卖的就更好了 你这不是很自卑吗 自己往自己的脸上扇巴掌了 都不嫌丢人 路人 不是粉丝 不是献含令吗 怎么他们还能来中国开演唱会 是因为台湾不听中央的政策吗 大陆都没批准任何韩国艺人开演唱会 台湾人就这么样跟中央对着干吗 就不能不给国家添乱吗 我不懂政治 我只是觉得台湾不应该违反禁韩令 殊不知两岸就是属于不同政府 八杆子打不着 跟你都不是在一个行政区域内的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台湾政府自己管台湾 跟你中国共产党有半毛钱关系吗 你不要在那边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了啊 天天在那边自慰 还搞得像真的一样 还有人表示去年就知道他们要去台湾省 之前和姐妹们讨论怎么去看他们演唱会呢 毕竟第一次来中国开唱 但是搜了很多火车票动车票 都没有去台湾的 之前看新闻上说坐上火车去台湾 我还真的相信了 不过买飞机票又提示不是国内航班 需要申请台湾签证等等的 后来觉得麻烦就没去了 你不是觉得麻烦就没去了 是你压干就去不了 现在中国不允许个人去台湾旅行的 你不要在那边搞得好像你就能去台湾一样 因为现实就是两岸就不属于同一个国家 你要是真的是同一个国家 为什么还不让你去那个地方 还有这么多的限制 然后你觉得好麻烦 那我请问台湾观众 你们台北人去高雄会觉得 好麻烦 算了还是不去了 会这样吗 对吧 那话又说回来 我们就讲中国国内好了 就是我们上海去北京 我们会不会觉得很麻烦 有没有限制不让你去 你要办什么签证才能进北京 或者是进上海 不需要吧 你买张车票就行 对不对 这次终于轮到我们做东道主 欢迎来中国 台湾我还没有去过 Blackpink就都去了 比我们中国人去的地方还要多 以后有机会来中国大陆表演 我们就直接用数据打脸就好了 中国99.9%的人都没去过台湾 那我想问一下 台湾有多少人没有去过高雄的 没有太多人吧 不可能是99.9%的人都没去过高雄 那高雄的确可以独立建国了 因为很显然不是一个国家了吗 对不对 中国99.9%的人都没去过台湾 你在这里天天跟我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这不是搞笑吗 还说这次终于轮到我们做东道主 你做得了主吗 你看你做东道主 人家在台湾开演唱会 还真的很自信 屁颠屁颠的跑过来说 我们是东道主 欢迎来中国 多丢人呢 还有小朋友表示 说实话 我很讨厌韩国人 他们四个之前还入华 真是国人不长记性 脸皮真厚 最终还是来中国赚人民币了 希望国家封杀他们 不让他们入境港澳台地区 拜托 人家什么时候去赚你人民币了 人家去的是台湾 你不要想着什么中国台湾 就算所谓的中国台湾 也没有用你人民币 台湾就是台湾 台湾用的也是台币 该你人民币有屁事啊 还说什么希望国家封杀他们 不让他们入境港澳台地区 台湾政府不归中国管 你们是脑子被洗得有多么的透彻啊 还希望国家能够封杀他们 不让他们进到我们所谓的中国的台湾 港澳台地区 而香港跟澳门 中国中央确实有一定的话语权 有这个权限 但是中国台湾 真的是你中国台湾吗 前面我讲了这么多打脸的东西啊 台湾今天想干嘛就干嘛 干你中国没有一点屁事 好吗 台湾就算是说中华民国 也不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 不要在那边天天打飞机自卫了啊 荧幕前的这些小哥哥 小姐姐 你们醒一醒吧 不要再打飞机了 不要再自卫了 要认清现实 这不就是我们中国外交部天天讲的吗 要认清现实 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要在那边大作文章 不要在那边居心否刺 台湾从来不是什么中国台湾 台湾就是台湾 用中国外交部的话打脸你们 拜拜 来世还做中国人 哈哈哈 哈哈哈哈